冠心病、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鸡蛋? 这是好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想问的问题 之所以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主要是因为 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后从不同的渠道 包括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包括科普上都说 要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 而鸡蛋当中的蛋黄富含胆固醇 好多朋友就会找到张大夫们 说这个还能不能吃 为此张大夫今天就专门解答这个话题 青脑血管疾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鸡蛋? 应该说的怪心病、脑壳这些患者 只要病情稳定、控制的好 吃鸡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确需要注意量 就是别过多的吃 如果说你一天吃七八个鸡蛋 这么多的鸡蛋摄入 这个蛋黄也都吃进去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带来这种低密度质蛋白 总胆固醇的身高 所以说对于病情的控制它就不利 主要原因就在这一点上 实质上来说 关于吃鸡蛋这个话题 咱们前头也给大家多次的科普 它由来已久 大家对它有疑问的在于说 比如说在2013年之前 这个医学界包括美国的医学界包括膳食指南 就是建议大家呢 胆固醇收入量每天300毫克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适度减少到200毫克 这样的话呢 一个鸡蛋一个蛋黄的胆固醇含有的这个量呢 是150毫克 所以说当时的科普基本上建议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天吃一个鸡蛋 而这个普通人呢 可以一到两个 但是这个科普的当时的这些资料 忽视一个问题 就是胆固醇的吸收 因为你说一个蛋黄 还有150毫克的这个胆固醇 它都能吸收吗 它还有存在一个吸收的问题进入肠道 所以说当时说吃一个鸡蛋 也不是很严谨 到后来到了2013年的 这个英国一个大型实验 当时就发表说 说是多吃鸡蛋也没有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 于是到了2015年 这个美国膳食指南就因为这个实验就改了 就不再提胆固醇的摄入量了 300毫克胆固醇摄入量的推荐 就给删除了 删除之后 这个医学界各种声音就出来了 甚至有些声音说 高胆固醇饮食不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高胆固醇饮食可以放开吃 其实这是错误的 就从经验角度讲 我们心血管领域的一些大半 包括一些大专家也都说 还是应该注意适度的摄入胆固醇 不能无限制的 说这个高胆固醇饮食不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到了这个2019年3月份 这是最新的关于鸡蛋鸡蛋研究 是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发表在JAMA杂志上 就是美国内科年鉴杂志上 一个很权威的杂志上的一个新研究 美国的5万人的研究 最后提示 就是说普通人一天吃两个蛋白 一个蛋黄 这个量相对更健康 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特别仔细的 做这个惯性病病人的这个推荐 所以说呢 张大夫从个人经验上来说 惯性病患者 脑狗在爱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可以吃鸡蛋 一天吃一个问题 应该说不太大 但是如果说你过量的吃 吃很多 因为你这一天不光是吃鸡蛋 你还有别的这种高胆固醇的饮食 比如说鱿鱼啊海鲜啊 包括一些肉食啊 可能就会炒病 就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说呢 今天其实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惯性病患者能吃鸡蛋 如果说呢 大家非要说一个量的话呢 可能呢 咱们还是按照最新的研究 两个蛋白 一个蛋黄 或者说呢 咱们吃一个鸡蛋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说后期关于惯性病患者 吃多少鸡蛋 更合适的一些新的研究出现 张大夫呢 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去沟通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 能够让那些惯性病 脑狗 心脑血鬼 疾病患者 解除心中的疑虑 如果大家觉得好 也可以转给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大夫 copied izable 治癰 周中心脑 疑 秀 使用 忌